碼頭魚入鍋油紙 加入醬汁快炒 位在巷弄中的海產店 在地二十多年 原本四月底房東不續租 都已經做好關店準備了 沒想到結局大逆轉 對 他就說我們兩個 還那麼年輕 不要說沒有做 我們就說 好啦 好啦 不然你就跟他喬看看 喬可以的話我就繼續做 是我的貴人 真的 老伯娘直呼 真的是遇到貴人了 而且這貴人 還是他們的老顧客 為了支持愛店不惜砸重金 把整棟透天措買下來 他的兒子要買房子在台北 沒有賣這間房子 他沒辦法幫他的忙 他叫我買我沒辦法買 那麼貴我賣不起 結果就是要靠客人 原來海產店的前房東 因為兒子在北部買房 需要資金 因此決定收回店面出售 不再續租 結果同為鄰居的85歲老先生 剛好就是海產店的老顧客 聽到消息後覺得很可惜 為了讓業者能繼續賣下去 透過海產店老闆從中牽線 以底價一千八百五十萬 將整棟樓買下 只為了讓愛店繼續飄香 豪值千萬現金買房 退休的房東相當低調 不過這次以一千八百五十萬入手 屋齡五十六點八年的透天措 真的是買到賺到 根據實價登錄顯示 剛好市區上弄內的透天措 單品價格落在七十到八十萬 而老先生以單品六十三萬 低於行情價格 在今年四月購入 不但如願讓老闆繼續開店 還能兼顧房地產投資 創造雙贏 TJ新聞趙麗留學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